POA就是不會過期的 我一直都是這樣以為的 如果他做了一個新的授權書 那誰幫他通知所有的人 就是那個律師 通常不是律師的 哎呀 我忘記了 他用你的POA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了 怎麼辦 所以很多危險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s 歡迎來到我的安家頻道 最近我做了好幾個Case 就是這個屋主要賣屋 他人不在加拿大的 他就委託其他人幫他賣這間屋 他在賣屋的時候 很多年前他做了一份POA 他就打算用POA去幫他賣這間屋 簽署所有相關的文件 在List的過程中 我們才發覺原來是有很多個問題 原來Visa現在轉了這個例 就是說這個POA原來是有一個 Expiry Day的 地產港有規定 POA就是要是最近這三年 在我的印象中 因為在過去 我也有這個 experience 我媽媽和爸爸做了一份POA給我 當時律師就說沒有這個Expiry Day 我的Client也是這樣覺得 現在的問題來了 這個POA一定是要每三年renew一次 這樣就很不方便 原來POA在做的過程中 有很多細節的問題 亦有很多學問在裏面 所以專業的問題 一定要交給專業的人士 去解答這個問題 今天很榮幸 我請了資深大律師Ivan Seed 來到我這個頻道 Ivan從事律師行業 超過了25年 他就有非常豐富的實展經驗 在溫哥華他都很出名 相信很多在溫哥華的人 都不會不認識他 他亦是星島日報 以及AM1320法律欄目的嘉賓 他同時亦是我們華人地產協會的法律顧問 好多謝Ivan你今天上到我這個頻道 多謝你找我來過來說 Ivan最近經常請教你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知道我們之前做的一個交易 就是那個客人以為他的POA 就是不會過期的 我一直都是這樣以為 其實POA會不會過期的呢 關於POA 關於如果打來電腦廳那些物業 是有過期的時間的 是三年的時間 立了個收權書才有三年的時間 可以用到如果是有賣屋 是用電腦廳登記的 其實一向都是三年的 但是如果是用POA做其他東西 假如銀行 或者請人幫你去銀行 拿錢出錢 或者買車簽一下 比如這些無限期 哦 OK OK 但是特地如果法律上 在田律廳的話 如果有收權書 是要三年的時間 但是如果收權書寫得很清楚 收權書可以用得的 不會過期的三年 如果特地在收權書裡面 寫下這個條例 在田律廳的限期的時間 那個收權書可以 不會有過期的 哦 OK 就是你要特地在收權書裡面注明 說是不會過期的 那永遠都可以用得 買賣屋也可以用得 這樣才是有效的 是的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的 哦 OK 但是第二個方法 如果收權書 如果收權人精神不好 沒有難力想想事決定事 那個收權書還有效 那個收權書要特地寫第一 就是沒有限制的 沒有限制的 沒有限制才可以用得 第二如果沒有寫這個東西 田律廳三年的限期沒有後 但是有另外一個條件裡面 是說那個收權人 如果精神不好 不好 不可能說話 這個收權書還有後 所以後來都可以用得 寫到明就是說 這個就是永遠有效的 那就是不受那個地產局的限制 OK 第二就是在這段期間 就是譬如這個屋主 就已經是神智不清了 他不可以再做過另一份的了 那即使他沒有寫到明 那他都是有效的 因為他沒有能力再做其他一份了 哦 OK OK 明白明白 既然POA如果是有這個法律效應 也都會有這個危險 就是就是有些銀行是同意的話 那其實我可不可以 在POA裡面specify 就是我要寫一句 就是說他不可以拿我的名字 拿來借錢向銀行 拿的這個 Mortgage Relief Credit 我可不可以註明的 可以 哦可以的 可以的 是 那些客人我告訴你 如果你請人進入做你的修權 你應該可以信得的 You really trust them Trust them 的 但是如果有些東西不trust他 你加一些限制的條件 Right 或者關於這個時間 或者只是這個戶口 可以進入 但是拿不到出來 可以寫得很多條件在裡面 哦 OK OK 有些人說我只能用得這個修權 如果我不在加拿大的 我離開加拿大才能用得 也可以寫這樣的 哦 OK 也可以說只能打你這間屋 什麼都可以 但是另外一間屋不可以 可以特地 specify 去到我的客人的個案 他本來就有個POA 那他之後又做了一個新的POA 那是不是他新的POA 就會override了他舊的POA 這個很棒的問題 因為第一 你怎知道是有舊的 如果有人納了兩個三份四份 怎知道是有多少份的 BC省沒有一個地方有記錄的 有沒有register的 所以查不到 怎知道是有多少份的 但是如果有新的修權書 肯定會寫一份條件 說舊的那些沒有後的了 但是問題是在外面的人 怎知道是有舊的 何時 何時怎知道 是吧 所以誰立那個修權書 有責任 通知了全部的地方 已經收到第一個修權書 通知了他們 那個舊的沒有後了 就是說如果他做了一個新的修權書 那誰幫他通知了所有的人 就是那個律師 通常不是律師的 哎呀 我忘記了 他用你的POA 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了 所以有很多危險 是 但是有很多危險 我教會那些客人 如果你找人 假如你的回介 你的financial planner 或者是經濟 team 或者是律師 是 或者是你的pharmacy 或者是 anybody 你時常都是在處理的 你讓他知道 他熟悉你 他知道你的情況 是否有很多地方 改的時候你要有紀律 你會通知了他 對嗎 是 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紀律 假如那個人收到那個修權 拿了所有的錢 誰知道他有做過 unless 是誰人收過修權書 take some extra steps 查了民婚的修權 是不是你要叫這個人做 要沒有換了 要沒有新的 否則會有很多危險 哦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看了 那個修權書 如果我不去reify 不是的 latest one 就是他可能就是 這個case 我們就很幸運 我們知道 因為他是register了去LTSA 就是這個地產局那裡 所以我們見到 他是有一個POA在那裡 所以他再做一個新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如果其他人的話 就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哇 真是很危險 但是BC省 有一個non-profit的公司 是叫NITIS NITIS不是政府的 但是他收有些政府的grant 但是他有個register的 看有沒有這個人 有沒有登記了一個修權書 修權書有兩個部分的 一個是打理那些自殘 另外一個是關於那些身體健康的 醫療的修權書不同的 有個register 是修權書的登記的 所以可以查得的 但是不是很多人認識的 稍後呢 你可不可以給的website 我們會放在這個藍幕下面呢 幫助更多人呢 就是可以有這個知識 可以知道怎樣去查這個POA 以免就是你被人騙 或者是別人騙你 是不是 那你剛才就說 register上去那個90s 待會兒的website 我們都會放在下面的 如果它是register了 你就可以查得到 然後你就知道 就是你要做extra step 你看一下你手上這個POA 是不是最後的 或是不是valid的 然後你會不會被人騙 我以為呢 律師幫你做POA的時候 就一定會幫你register了 是不是這樣的其實 因為不是法律要求的 不是mandatory 是optional 所以如果有客人想我做 我會做 有些少許都會收快的 有個registration fee 但是多數的人不喜歡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了 不會做了 所以多數的人不會 第一不知道 第二不會給的 不會登記 不會給多些錢登記的 哦 OK 但是你都會提醒你的客人 可以 那你都會提醒你的客人 就是說你需要登記 然後別人才可以查得到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 盜用了那個POA 觀眾你們知道了 記得就是pay這個extra 就是不是做了的POA 就等同於已經register了 下去的系統的 是的 你一定要是做 還有就是你也要叫律師 是register去這個系統的 那麼這個POA 它有些什麼的權利 就是好像很powerful 就是做這個又可以 這個又可以 這樣 是的 因為有很多人是不知道 原來POA 就是有這麼多的 就是你又要寫才是有限制 他以為有些金錢的瓜葛 它可能是沒有限制的 我叫這些客人 如果你想最多的權利 你沒有寫的沒有什麼限制 如果爸爸媽媽算得兒子 幫得任何的東西可以幫得他 OK 算了 但是如果有少許的危險 你覺得不是那麼順便可以的 你加很多那些條件的 可以很wide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也都可以很限制 其中一個問題是 如果太多restrict 了的時候 太多條件 或者什麼都做不到 賣屋 但是錢進不了戶口 哦 進了戶口 但是拿不到錢出來 如果加太多條件 不方便 假如for example 關於real estate 是 你說anything to do with real estate sell 或者buy 或者list 或者告人 或者追的那些租客 你會寫得很清楚 所以打你的那個屋 anything to do with house 可以這樣寫下來 但是如果你覺得 或者有三樣東西 但是不記得多兩樣東西 是啊 no restrictions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關於那個屋 所以不用特地寫 那就是說 你一定要找一個信得過的人 萬一寫少一樣 然後你就很麻煩 回到我的客戶的case那裏 那他買了屋之後 那個POA可不可以收錢的 可不可以代收錢的 還是不行 就是一定要傳回到那個屋主那裏 那裏 修權書是代表那個修權人做事的 不是自己自己想 自己想做 屋主叫那個修權人 你買了屋 把他的錢進了 這個戶口 那個戶口 應該是聽那個修權人 叫他點報 剛才那個case 他是外國 他自己行不到 簽不到 做事 所以叫那個修權人 代表他做事 應該是聽那個修權人的 不是自己想做什麼的 但是其中一個情況才可以這樣做 而那個修權人沒有能力 那個修權人才去想 怎樣幫這個人 他要自己的想法 怎樣幫這個人 假如買了屋又怎樣 肯定都不會自己拿錢出來 肯定會放回他的戶口 因為是代表他的 不是自己幫自己的 如果是他賣了一間屋 律師行的check 一定是給回那個屋主的 不會直接就給POA 不會直接寫他的名字 然後他就要傳回去 這個屋主的戶口 那個支票不會寫一個修權人的名字 不會這樣 另外一個問題 潛途廳有另外一個控制的限制 給這個人接受的權是donate donate是給的 donate不可能用那些權 轉了屋主 轉了給他自己的 所以這些是built in protection ok ok 如果你想有給這個權 特意在修權書裡面寫 donate可以轉了財產 轉了他自己的名字 但是好笑的會加上這個條件 ok 太多危險了 是 明白 即是他即使是沒有寫在裏面 即是那個POA 其實是不可以將那個屋主 轉到自己的角度 即使沒有特別註明 他都是不可以的 是 是 Good 這個是田島廳那些條件 是 這個是田島廳的條件 所以你可能 即是你今天犯不著 你以為你沒有specify 可能人家就轉了你的屋 那你不用擔心了 ok 這個田島廳裏面是有規定的 你不用怕 剛才你有說過 可以上網查一下 即是他有沒有register 但如果他沒有register的話 那作為地產經紀的我來說 我怎樣可以辨別 這一份的POA 是真還是假的呢 通常你收個修權書 你看 BC省有個case 經紀收到那個修權書 他信得那個人 沒有查過本人的 後來他用的時候 no extra check up 但如果我拿不到他的information 譬如說 如果他說 我沒有這個人的電話號碼 這裏有red flag 英文有red flag ok 有個problem有個問題 即是說如果這個POA 那我是沒有那個 donner的核實 即是說我是可以call他 然後核實 這份POA的真偽的話 最好就不要接了 即是你說他給不了電話 那如果呢 我問那個POA 拿那個授權人的電話號碼 那他就給我了 那他就給我一個ID 但是我又沒有見過他的 那他又給了的email 什麼都給我了 應該給的全部都給我了 但是我沒有見過這個人的 那我怎知道真還是假的呢 那我又怎樣去核實呢 其中一個方法 是誰是做證人的 通常是律師或者公證人 所以你問那個公證人或者律師行 這個授權書是不是 本人進了你的律師行 或者那個公證人的office 他可以確認的 假如應該是有file number 有個名字 有個時間 那個witness是律師的 或者是公證人 如果那個律師是幾十年前的 已經不在了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沒有辦法trace到 你也沒有辦法verify他是不是那個人的 就有兩個reflex了 通常是這樣 你要我查嗎 有時間了 給我錢了 給我時間表 你給我兩幾百元我會查 查當時有個身份證記錄 還有簽名 所以確認真的有這個花 我有沒有original copy 你給你看那個 我看我的自己 對 沒錯 這些是時間的 是 還有那些律師應該有十年的時間 保持著那些紀錄 是 我把我 warehouse 我所沒有 scan everything ID 還有收權書那時候 我都要scan了 可以查的 你嘗試做的 minimize 最多是minimize the risk 那所以就是說都要做extra的step 譬如說是那個人 他有那個poa 就要找那個律師來再核實 那你剛才說就是那個poa 如果那個poa是拿著這個授權書 然後他借錢 就是由這個授權人就去還的 是吧 another case 如果我現在 我欠著周身債 我賣了一間屋都未夠還債的 喏 我呢 就叫的授權 poa 那你幫我賣了一間屋他 那poa發現 賣完一間屋之後都未夠 給經紀勇啦 給這個政府啦 什麼都未夠 那他的錢追誰 不是追poa的吧 不會追poa 哦 那就行了 OK 不會追poa的 OK 那他追誰 就是追不到了 他追不到了 哦 OK 就是poa就是不需要幫他付的 這樣都穩陣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賣完一間屋 就發覺都不夠給政府 那我說我幫人做poa 你叫我拿錢的 不用怕 那你做了律師這麼多年 我相信你見到大大小小不同的case 除了我剛才問那些問題 那你還有沒有些什麼 你覺得就是 對你來說都是幾comment的 就是很多人都會是犯這些錯的 提醒一下他們 等他們做poa的時候 或者是授權別人的時候 就是可以儘量避免這些這樣的陷阱 應該是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打理關於那些屋那些事 嗯 他沒有查過屋 那些名字 那些名字 登記的屋契 跟那個修權書的名字 應該是一樣 100% 嗯 如果不對 田徒廳說不接受 不適合那個title 所以有時香港人 很多人有英文 中文 中文 那些 bien 但因為應該用就會有代用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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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촌� 但是應該用的時候 搜尋書應該是 sociales its of the McLaren 然後 relationships 相互符 三vals 多些化妝 多些麻煩 不用了 搞定了 但是遲些查的時候 三、四年後 即買屋的時候 他說 不用怕 有收拳書 才查過屋子 我說 不行的 名字不同 即有少少不一樣都不可以 是啦 是啦 幸好我有個個案 剛剛發生這樣的 所以說 不行的 名字不同 剛才有個測試給這個人 叫我客戶的麥克風 走不了 走不了 所以我車去那個屋 拿個測試 我又做了一份 另外一份 名字是對的 查到那個牌子 是很清楚的 再給個測試的問 那個剛才叫做Mini Mental Health 有精神來好 很容易簽 所以搞定了 fix up 幸好 25 out of 30 Mama just perfect 再補充那個授權書的 即是你做授權書的時候 Ivan 亦都會做一個 Mental Health的一個測試 即是他一定要 reach到 這個minimum 25 即是25分 即是他才可以神智清醒地 去做一份授權書的 如果他是低過這個分數 那就不好意思啦 即是不適宜做這個授權書的 那你剛才有提過 你就說他要註明填土廳那裏 但是你說去銀行 他幫你買車那些甚麼都行 就是沒有過期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我上次就去銀行了 因為我有個授權書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借錢 借mortgage 他說不行 我說我可不可以將他 那些錢轉到某一個account 他也說不行 那究竟是可以還是不行 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效果 是有效果 是有效果 是 法律上看全部證人 那些類型很清楚 是 但是呢 誰接受那個授權書 看到危險嗎 我不接 不可能是逼人用的 是嗎 哦 ok ok 是 銀行都要其他條件 我怎知道你是甚麼人 我要查你的身份證 查你的怎樣 你的簽名是怎樣 他要其他文件 在打理那些銀行 所以你簽了確認你的身份 是誰 有些其他資料 還有一些表 簽名 確認你接受的危險 哦 然後他接受 因為他有記錄 有授權書的人 全部那些資料簽名 危險少一些 是嗎 其實法律上來說 你都是可以拿他們借錢的 就是mortgage Line or credit 你都可以拿去做 都可以 接不接受就是銀行的問題 那就是說如果那個POA 向銀行就是借了錢 那如果他不還 那就變成是委託他那個人要還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本人的 哦就是本人就要還 對 因為你委託他 對 哦 ok ok 因為風險實在太大 所以銀行就不接受這件事 而不是說他沒有法律效應 對 沒錯 哦 ok ok 好多謝Ivan 百蒙之宗抽時間來做這個節目 我相信大家 對這個POA 就是這個授權書 亦都有了新的認識 和你也都知道了很多這個專業的知識 今期我們就分享到這裏了 那如果你是需要有更多 就是更加專業的問題 要問Ivan的話 Ivan他的contact information 亦都會在我們的欄目表裏 你亦都可以就是 把你的留言 打到我們的評論欄那裏 我亦都會把你的問題 forward給Ivan 今期就分享到這裏了 那如果你是喜歡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記得share和like 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那你如果是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和按定的鐘仔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之後的每一條片了 那今期就分享到這裏了 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